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解關於圖像的題目 題目給了一幅圖 我們想見到圖像的方程是什麼 題目給了幾個點 我們分別A B C 這三點 A點是-2,0 B點是1,0 C點是0,2 好了 我們看到這張題型會怎樣做呢 由於題目給了兩個x-intercept x 續折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成 Y 等於A 開括弧 x 減弧-1 留意這兩個位置-2和1是我們的x-intercept 英文叫做Wood 中文叫解 它是x 續加點 我們就可以寫了x-2和x-1 其中A 代表什麼意思 A 可以控制這幅圖像的開口向上或開口向下 甚至開口的闊度都是由A 控制的 我們先去做化解 這樣就會變成a乘以x加2乘以x-1 而整幅圖題目還有一個點我們沒有用過的 就是y 續折它 y 續折它給了什麼給我們呢 給了x的座標給我們 和y的座標給我們 x的座標是0來的 所以我們把x寫成0 y 就寫成題目的y-intercept y 續折它的2 經過運算得出-2a等於2 重結得出a等於-1 所以我們的行數和方程是什麼呢 y等於fx等於-x加2x-1 即是這裡 把a寫成-1就可以了 我們就完成了這一條 我們下次會講解其他的題目 我們下次見 拜拜